这球直接长甩 找前场的陶汉林 以及爆扣 在哈萨迪 缺少哈萨迪的情况下 像哈萨迪不能上场 那么在内线 我是不是应该多承担一些 用很柔和的劲 去罚这个球 看看有没有 我们班警同能够回放 我们去看比赛 现在是积分统计牌 终于出来了 现在四川队38比32 领先6分 这个球可以直接起了 错过了第一时间之后 又把球倒出来 这一个回合估计 也不到8秒时间 连续几个回合 都是在外面投 除非你是没有人防 出现一个空位的时候 你这个时间段 可以去前面投篮 这样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而且你这样去投篮的方式 确实你其他的队友 没有机会去给你抢到前面篮板球 咨询了杨茂公老师的判法 可以很从容的弯强 绝筝突进之后 轻松上篮 邓同盟也是看到山东 守了一个连访 突破很坚决 最后没投中 然后杰特一个起码射箭 放短了 比斯利 再起 还是没有 篮板球还在山东的手里 杰特半截篮 冲率是中了 杰特夹击抢断 你以为现在的比分还在持平 山东精彩 三分线再出来 杰特再中半截篮 对 就是刚才某个人要提到 那个两季三分球之后 其实四川队还是没有很好找到进攻的办法 杰特这边三分球再中 分差是来到九分 而且是第二节比赛 13分 孟达8分 连我们半场休一会儿也提到了 这边李静宇三分再中 本能掩护之后 调尾内线 漂亮 逃了一个顺下 也很好看 但是四川队的这样的进攻方式 也是给予了他们一个 挖了一个大坑 球又丢了 全球太随意了 杰特三分球 这个球太打击士气了 回过来也是 哎呀 又失误了 那边刚中一个三分要起势 马上 就是失误杰特这边回中三分 我 投进投不进 我想开了 反正比分现在也 也拉开这么大了 我还不如 又中三分 我还不如就是放开了 去打 又失误 这个球第一的 第一时间的 杰特三分 还有吗 再中 而且裁判 裁判试一个三分球 没问题 场上的一个 场上队员的心理 心理状态 其实真要是拿出来比的话 一个比一个的话 你说四川队 每一个人 他能比山东队的人 能差多少 其实差不了多少 咱们就是说实在话 你差的话 也差不了多少 五分出来 电宇航 我回杰特 今天三分球 第三节投到神 杰特应该已经拿了36分了 相信有松懈资本 不光是说 我领先优势很大 比斯利也这27分19篮板 大号两双 是说在我面对面 我顶着人的头的情况下 我进攻了别的办法了 没错 我是为了快是快的 去移动 无求没有人去跑位 都站着看 那么总结的东西就有很多很多 这时候四川队已经提前紧起来了 不知道山东队能不能把这个钱崩过来 我杰特在身上了